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在国内街舞成长的关键时刻 为更多人打开了参与的大门 而现在代表街舞舞届第五季总决赛的语文 我对耐力的强大感到惊讶 事情结束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星期 有些人开玩笑说他们不知道如何跳街舞 因为他现在似乎已经过时了 街舞决赛是王一博的开场舞蹈表演 所有年龄、性别、社会经济背景和社会地位的舞者 都表演相同的舞蹈套路 欢快的曲调和简单的舞蹈动作肯定会让人们感动 国籍的提升、大家的点赞和支持 让我们见证了王一博对街舞的贡献 值得称道引起小众变化 而翻唱视频大行其道 面向大众实现了这种高质量的流程 他现在能够将游客的负能量转化为建设性的能量 其结果是准确和恰当的 近日 专业街舞舞者纷纷发声回应王一博开场舞越来越臭名昭著 肯定了王一博的立场并热情支持 王一博在街舞界的主要身份之一是舞者和人类同胞 他们热情的写信 坚称这不是王一博的宣传噱头 而是对形式的认真评估 如果不是Be-Bow 王一博就不会在地上 有传言说 王一博将成为中国街舞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这种程度的名气在说唱界是相当不寻常的 很多街舞圈子里的人在听到这个演讲后都同意了 因为高博和他的团队在促进这一流派在中国的早期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陆伟和王晨晨组成第二人 他们是公开推出中国街舞音乐的人 王一博是三人组的第三位 由于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中国的街舞在这次爆炸中得到了提振 也因此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 让地下成为主流 很多人的梦想都在这一段中捕捉到 也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和与我们关心的人互动 令我惊讶的是 他不仅仅是一个流量艺术家 而是一个有价值的产品 王一博是一个看重爱和坚持的人 他没有让所有来访者的关注和成功冲昏头脑 由于公众受益于他 他的支持者在了解他后会更加自信和热情 有太多的好处 包括简单的娱乐乐趣等等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太多的知识 包括街舞和滑板的基础知识 我还接触到了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和一些鲜为人知的公共服务举措 王一博在大众中的走红并非没有根据 自从他非常擅长在娱乐领域为千玺一代所做的事情以来 他一直受到很多关注 同时 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传播文化和社会理想的魅力 让人们和平共处 教学不仅很有趣 而且有可能提高一个人对职业的兴趣 生活目标感和文化自豪感 我怎么强调这一点的重要性都不为过 堵在路上并不是最糟糕的事情 正如王一博所说 如果使用得当 流量可以成为正能量的源泉 如果人流量大 谁会通过玫瑰色的镜片看它 价值 权力 一代人的风采 都在流量中得到体现 王一博不仅回报了大众 也没有享受到流量的劳动成果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